但是切頁感覺有一個缺點 就是會卡卡的 不過現在好像只要是 雙核心以上的手機 你們可以試試看 應該都不會卡 好像還蠻順的 但是如果你是單核心的話 就感覺有點卡 不過現在好像手機越來越便宜 現在好像小米機 出來好像不到五千塊 所以最近好像華碩也跟進了 那個什麼 最新用Intel的CPU 也是當到不到五千塊 而且兩G RAM好像16G 規格已經 而且還五吋的螢幕 不過好像也被罵翻了 為什麼因為 在台灣上市的時候 規格比較差 1G的RAM 到大陸居然變2G 2G的RAM 然後台灣上市是8G的ROM 就到大陸變16G的ROM 所以 好像就有人馬上 弄了一個什麼粉絲頁 就是 拒絕購買 那個華碩產品 之類的 就被 最後那個誰 連他們董事長都出來 滅火 OK 所以當然 早期的舊手機 跑這個 JQ mobile的這一個網頁 其實會卡卡的 但是新的手機應該都不會卡 OK最後的話 如果比較一下 你會發現 如果用寫程式的話 有沒有不一樣 寫程式你會發現好像比較順 為什麼因為他不用翻頁 他其實 只是改什麼 改這個圖 跟這個文字 有沒有 圖跟文字 會比較順 但是呢 要怎麼做 不過你要為了要很順 要付出代價 就是要寫程式 那因為我們今天還沒講到程式 下個禮拜再來看 這個地方的程式怎麼怎麼做出來的 所以回去的話我想各位可以試試看 然後呢並且 可以試試看 因為我們今天是用index2 那你要不要再把它怎麼樣 改一下 比如這個改成另外一個index3 這個再把它改index 再傳到那個手機裡面看一下效果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試看 把畫面還給各位 那當然你也可以稍微改一下 比如說裡面的這個範例 你們也可以不一定要找書的名稱 你甚至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改一下看你有沒有照片 有沒有你可以把這個當成一個什麼相簿 比如你想要 放自己的照 覺得你自己什麼 一個什麼什麼 自己的一個個人的app的 類似的照片 那你可以怎麼樣 下一頁下一頁 甚至是給客戶的DM 你也可以這樣 反正就是 裡面可以放很多 關於文宣 行銷的相關的這種app 我想這個應該 會蠻適用的 而且現在很多公司都想要做自己 自己的一個行銷的app 那其實如果 你可以 比如說可以做出一個什麼demo demo版 對不對 然後 你就可以大概做一個版型 集中版型 就可以讓 這個客戶去挑選 我想這個應該是一定有一個空間的 OK 他目前今天是沒講到城市 下一個禮拜再來看 城市部分 怎麼去做 城市的撰寫 謝謝 給我 謝謝你 謝謝你 谢谢观看